当任黄牧师揭示星祭启示录的奥秘之后,我们终于对启示录有着正确理解,就是启示录必定要用星授作为约事才能够解明。 但是过去启示录写成的2000年里,其实很多人也尝试理解启示录的内容,但是却没有人能够解明,也没有人能够测透启示录的四码究竟是什么。 当然,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天上四码的其中一只,独角兽座,即是麒麟座,是十七世纪才出现。 所以,十七世纪前天上的星授只有三码,没有四码之中的红码,因此自然也没有人会想到四码是天上的四个星座。 当启示录被写成,所有基督徒都会希望知道当中的内容,因此自2000年前开始,每一代基督徒都会以他们当时代的基督徒, 知识程度,尝试估计当中的内容,希望知道四码的真正意思,及世界末日所发生的种种事件。 起初,人们认为四码是接不同灾难、天灾或疫症,摧毁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口。 后来,人们因着对科技、生物工程和近代历史的了解,知道人类可以制造出波及地上所有国家的世界大战。 没有解药的人造瘟疫之后,人们开始以为四码,四骑士,其实就是四个为地上带来毁灭的人,为世界带来假和平,战争和瘟疫等。 在字面上,其实确实可以这样理解,但是,假如只是以字面解释四码,四骑士等于四个人。 这样,这个预言就没有时间定点,从经文中,根本没有可能知道四码出现的时间。 到了现在,当真正的解释出现,原来四码就是天上四个星座,并且会被四活物,即是金牛座、水瓶座、天蝶座和狮子座叫出来,这个就是四码出现的时间定点。 就是人类历史中,唯有2012年水平新世纪之后,太阳首射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的时候,由四活物的星座升起。 所以,启示录四码的出现,必然是发生在2012年后。 因着2012荣耀盼望信息的出现,格生了所有人对于启示录的理解。 直着星授,我们终于首次知道四码出现的时间,就是水平新世纪之后,直着太阳在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的时候,由四活物的星座升起,直着叫出四码。 同时间,四码所形容的审判也随之展开。 谢谢大家! 先大家休息一下